曾經在日本轟動一時的超人間雅靈異影像 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人在討論 究竟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特洛 這一集是講解超人間雅靈異影像的第二集 如果沒看過的觀眾是可以按右上角 或者去我的Channel裡面看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我扮得像不像Professor 泡泡呢 或者讓我再重新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今天我終會擺脫恐怖的氣氛 稍為用科學的角度去解釋超人間雅第十集的所謂靈異影像 我們先再重溫多一次所謂的靈異影像 我們先分析 他究竟有沒有可能是現場其中一位工作人員的倒影呢 經過我翻查了無數集的超人間雅 重點重溫所有駕駛艙的內部畫面 首先我們要知道 拍攝一套超人片集 攝影機的後面 現場其實是有大量的工作人員的 如果真的要獨立反射出其中一位工作人員 還要是一個這麼蒼白的樣子呢 這個機會率其實就很低的 而最重要的是因為 在畫面後面黑色的部分 它並不是一塊玻璃 更加不會是一塊可以反射出影像的鏡面質料 雖然在該劇集當中 所有的模擬解洗倉的確是有玻璃的 但由於劇情當時 外面其實是用了一個對應著 早上天藍色的布景板 從這幅圖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由玻璃反射出外面天藍色布景的部分 但因為這個靈異影像後面的部分是黑色的 後面黑色的部分其實是一塊不反光的牆 是一塊模擬駕駛艙內部的牆壁 由於這幢牆是不反光的 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可以反射出現場工作人員的樣子 既然我們可以證明到這一塊所謂的女鬼頭 它不可能是倒影 那就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它是一個實體 是一個真正在這幢牆上面的實體 經過我再三翻查之後 我終於在超人間的第24集和第47集找到答案 我極為相信這個所謂的女鬼頭 其實只是一塊金屬製品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背景是有兩塊的金屬製品的 所有的疑點我都會逐一解答 首先所謂的靈異影像是一個近鏡的畫面 是一個鏡頭對焦在道成隊長的畫面 由於鏡頭一旦對焦前方的物體 往往都會造成背景朦朧的現象 所以就會出現後方的金屬製品 變得朦朧的現象 從這張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凡是所有近鏡的畫面 後面的金屬製品 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朦朧現象 而一旦鏡頭沒有進行近鏡拍攝 而是一個全景拍攝的話 後面的金屬製品就會顯得更加清晰 而比較特別的是在同一個報警 同一個角度之下 三位駕駛fighter機SS的隊長 雖然三位駕駛的機體報警是一樣的 但我們就只可以看到 唯獨是道成隊長的戰機報警 才可以看到相關的金屬製品 只能夠說米田隊長和美美隊長 這兩位男士的肩頭真的太闊了 其實一切都只是角度問題 因為其實要拍到後方的金屬製品 是一定要配合到相關的角度的 在全劇裏面 絕大部份的戰機拍攝畫面 金屬製品 往往都會被隊員的身體遮住了 只要是角度不對 我們是永遠都看不到後方的金屬製品的 從同一集另外一個拍攝角度來看的話 左邊的金屬製品 都會同樣出現在鏡頭 難道這個又是另一個靈異畫面嗎 不要開玩笑啦 不過也都有人說過 這個所謂的女鬼頭 好像是慢慢地展露出笑容 那這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怎樣解釋呢 這一方面其實可以從燈光上解釋 由於現場的打燈 是想模擬太陽光線的漸移效果 大家可以見到 燈光是有漸移的 所以當燈光照射到金屬製品那一刻 看起來就好像他自己笑那樣 綜合以上的推論 總結來說 因為近鏡 加上剛好的角度 能夠看到後方的金屬製品 再加上燈光模擬太陽光線的效果 才會造成了超人間壓全劇50集裡面 萬中無一的 道成隊長背後出現女鬼的錯覺 而可能正正是因為不涉及任何靈異現象 所以才解釋到為什麼DVD版 重製版 甚至是Bullway版 都沒有作出過修正 這一個 是我認為最接近的科學解釋 雖然我認為事情的真相看似很簡單 但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相關的片集 以及都用了很多詳細的術語去解釋 實在是花了我一些功夫的 如果大家認同我講的話 記得CLX 不過就算證明到 今次的靈異影像不是什麼靈體 也不代表這個世界是沒有靈體的 未來也會做更多關於特殖方面都市傳說的影片 沒錯 只是限於特殖方面的都市傳說 歡迎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Shwatch